终于把你们派来了 你们拿走 终于把你们派来了 我被困在里面了 这还是有事呢 赶紧搬吧 有没问题 是他吗 孙鹏 欢迎归队 外边还有一伤员呢 李教官 他怎么了这是 你怎么称呼 美镜子 那些游击队 真是让人很难理解 杀红了眼也不跑 好像那些弹药 比你还珍贵 对他们来说 就是这样 你的人呢 你不会孤身一人 来接应我们吧 我的人在前面的山谷住房 我们刚刚挡住了一支 八路的珍贵部队 当时他们正在赶来这里 那要多谢版本队长了 如果再遇到袭击 我可没有预备队了 这一点请你放心 火车的车皮 什么时候到定期 正在全数开来 按计划五个小时以后到 你要保证绝对安全 没有问题 目前唯一危险因素 就是武功队 但他们不是我的对手 还没请教 你怎么称呼 美镜子 你笑什么 一个杀人如麻的女勇士 竟然叫这么温柔的名字 我哪里算得上是勇士 像版本队长这样的男人 那才叫真正的杀人如麻呢 去消毒 你怪by 去记住 用�iyor 去理由 他们是劫者 没头过 你说话 真是 一个搭 celebrated 五个岛 确实有个抬轿子的 还就是他最先发现的武功队 他是黄军哪 多谢黄军安装保护 多用心 他怎么样了 死了 你知道武功队去哪儿了吗 那个花轿呢 这我不知道 花轿被他们抬走了 你好好想想 从你遭到袭击 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这可不用想 我这心里都记着呢 最多不超过一小时 差就差个几分钟 太阳 咱现在快追吧 还来得及 多快一个小时了 去哪里追武功队 你给个方向 那我 我去哪儿给呀 不用追了 也许再过几分钟 他们就尸骨无存了 天忠 你去看看现场 是 为什么他们会尸骨无存 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故事 我路上跟你讲吧 站起来 走两步 咱俩 来 这个 咱俩 老傅行啊 我没事了 可以啊 那是 来了队长 该你了 什么就该我了 我没事 你给他好好看看 我说队长 这大夫的话你得听 你要不然的话 我给你打一针麻醉剂啊 我说傅百川 这半年不见你长本事了 不是 这大夫的话你得听 你要不然我还真给你打一针啊 你今儿刚来 说什么是什么吧 怎么检查 手搁这儿 别动啊 我说 你这一手听诊器 一手画脉 你学的是中医还新医啊 我学的是神医 别笑了 这神医这边看病的安静 我说你能不能不敲了呀 咋了 我给队长看病呢 你等我给队长看完病以后 你们再敲行不行 行行行 捣乱呢 不着急 对 队长 你听见没 什么 有动静 什么动静 这动静特别出现 我也听见了 去了 卖废 闭嘴 这里边装了什么呀 我媳妇 我知道你媳妇 这里边肯定有东西 怎么了 没事 阿明 有炸弹 赶紧把箱子给我拿过来 箱子 队长 这是定身阿弹 马上就要炸了 孟哥 别管我了 带我娘走 快 要死死在一起 你走啊 你走啊 有把我拆除吗 你真拿到我第一次见 我也不知道啊 李福伯 你去转家 快 李福伯 快 快 拆不掉啊 王廷 对不起你 我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 孟哥 没关系 能跟你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别过后 你见过 你见过 见过 只要剪掉其中一个人 就能停止引爆 剪的根 我不能确定 不是不确定你到底说什么呢 读一把 剪猴子 是不是红黄卫三顿下 是 一块儿剪 你们放心 听我的块 队长 剪 要死一起死 要炸了 我的 我烫你牢了 你这傻子 这有什么用啊 用来一个傻子 没意见吧 倒严肃点 凡凡 有你在 我就觉得有依靠了 美经理小姐谦虚了 你不像一般的军官 看你手里拿的刀 也不是军刀 一定很特别吧 在帝国刀神面前 我哪里算会用刀 只是带着装装样子吧 而且 我只是帮忙押送一次弹药 所以 连军官都算不上 看得出来 连军衔都没有 好 美经理小姐 你为什么会来哲理呢 为了亲人而已 半分君 请允许我保留一点小秘密 不过 我答应你 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你不必告诉我 我只是好奇而已 不 我一定要告诉你的 你怎么会听说我 你怎么会听说我 谁不知道你是军中第一勇士 原来还这么害羞 美镜子小姐 我们版本长官还是单身 这你听说过吗 你怎么会听说我 谁不知道你是军中第一勇士 不许多嘴 英雄一般都单身 因为没有她看得上的女人 但是 碰到这样的英雄 聪明的女人 是不应该让她溜走的 美镜子小姐 一定是聪明的女人 一辰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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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炸弹 这什么炸弹 咱们吃一会儿 这不是 这传说是吓人的吗这 阿米 别着急 我马上救你出来啊 来 大把手 把阿米救出来 阿米 你别着急 我今天我就不幸砸不开这个铁门 萌子 不是 我跟你说 你知道这是啥 这是钢板 你就是大虎砸的 他也砸不开的你是吧 这个里边他肯定有机关 咱只要找到机关 这门啪一下他就开了 一下就开了 那赶紧找啊 不是 行行行 你别砸了行吗 我求你了 我给你找啊 阿米 你别着急啊 也是 when you steal 你不要抵快 你不愿口 别乞了 便 Heil General 什么开了 孟哥 何 loc 看我干啥 张萌 你带着阿民到旁边的屋子里休息一会儿 咱们这段事不方便让他们知道 行 以后我就能知道了 我现在已经是武功队的家属了 行 这家是伤媳妇的 娘 娘 你醒来了 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我密密登登的 好像听见有人大喊大叫的 娘 啥事也没 咱们去屋里休息 让他们说事 走 啥意思 规矩 快拿着 谢谢娘 谢谢 娘 算了 算了 都是命 走吧 娘 你慢点 走 老夫 你说你想害啥 这一屋子人差点都让你吓死了 我跟你说 我是真不知道 这剪完线以后 这炸弹还得批批巴巴想这么长时间 就做炸弹的这鬼子 他肯定是一变态你知道吗 吓死我了 大伙 来 压压惊 来 压压惊 吓死我了 来 老孙 对了啊 那是 老孙不喝酒 狐狸 来 就这 停 我跟你说队长 这里边啊 谁都能喝 就你不能喝 伤美好之前 一滴酒都不能喝 说得没错 你不能喝啊 我也喝一口 哪儿都有你 给我 我得整一口 我说啊 我说啊 你怎么知道三条线一起见 这事啊 就说来话长了 我 我认识一个皇军 不不不不 鬼子 鬼子 他呀 是个工兵 就 就干这个 行了 没工夫跟你先聊 我说啊 你干得不错 我 咱们也算是 同舟共进来整了 谁跟你这个狗罕奸 同舟共进 高队长 这人交给我吧 你要干什么 抓他不就是为了审他吗 这上级有命令 要把他送回根据地去 你不想早点知道谁是内奸 照你这么说 那我先来呀 对付这种汉奸 你那些不行 谁说不行 我倒让你看看 我行不行 我们快到了吧 是的 我的部队正在收场 和封锁火车站 运输车队先到特战队 暂时等候 等火车皮到了 再去火车站 这样会更保险一些 班本军想得很周到 就这么办 只是 相对于这么庞大的运输队 我的特战队地方就嫌小了 没关系 只是暂时停留 我想 我是否有幸能品尝到 班本军的好茶 我一定把最好的茶 献给美镜子小姐 今天全部人很不知道 是的 种求什么 你在说什么 那些颈誰 什么 便利 要 под着 魄谱 发尔 要 Whoops 你们都被炸死了 规矩我懂 我不睁眼 我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也没听见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 别来这套了 你早就醒了 一直在偷听 否则你也不会知道 炸弹的事 我说的对吧 都是老江湖 别装了 睁他眼吧 我终于见到武功队了 高队长 英明神武 向天神下凡 就不知道是哪位英雄抓的我 左 不服啊 警告英雄 佩服佩服 我就怎么也想不到 这阿敏姑娘 是武功的英雄的来女人 怪我 色名心骄 冒犯了虎为 我再也不敢强强命运了 行了 别逼中就轻了 我们为什么抓你 你还不清楚吗 你本来就有罪大恶极 现在又知道了我们的秘密 不上你面口不行了 别 别 我 我重新往后 改过重新 重新做人 再也不跟那个班本四郎卖命了 谁 不是 班本四郎 他已经死了 你给谁卖命啊 真是下套卓英 反被作了眼啊 他早该死 他该死 你替他干了那么多坏事 你呢 别呀 我也是苦孩子出身 我五岁死了爹 家里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 等着我养活呢 你背戏词呢 你娘不是去年出的病吗 然后你靠这个全程还大搜刮 我们大车店还被你敲了一百万钱出杠 有这事没有 有这事啊 都怪我那帮搞日子手下 我的错 我没管就好 可是我真是苦命出身 不管是什么出身 只要你有立功表现 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就能活命 你 你想问什么 我们军区有你们的人 他是谁 这事 我真不知道 要不 你 你把我放回去 我 我替你们调查清楚 大金雅 你要是这个态度 那我也救不了你的命了 李波 这个人交给你了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就甭跟他废话 我来吧 我什么都没看到 别弄死他就行 那可没准 别 你们八路优待俘虏 不搞虐待 我 我懂 没错 你算俘虏吗 我不算俘虏算啥 我告诉你 日内瓦公约规定 在战场上抓到的双方士兵 那才是俘虏 你算个屁俘虏啊 你是个人人得耳诸之的卖国贼 别 别呀 我投降 我投降 八路有政策 这个我也懂 是 但我不是普通的八路 那你是什么 跟你说多了也没用 走 别 别 高队长 李波 你悠着点 万一把他弄死了 要受批评的 啥 就是批评啊 怎么着我要算一条人命啊 你落在他手里 我也没办法 他不归我管 你人命吧 放心吧 我就是跟他谈谈心 高队长 高队长救命 高队长 高队长 高队长救命啊 救命啊高队长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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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刀收起来 杀人了 八路上乌路了 杀人了 王子月 你不认识啊 不会有事吧 不知道啊 疼啊疼 我告诉你啊 可别连累我犯错误 我们什么都没看见 疼啊 不是 吕波什么路子 吕波是苏联培训出来的 反正 跟我们不太一样 说不清楚 你不是也在那儿训练吗 怎么就说不清楚了 第一节课我就退出了 说实话 真下不了手 明白了 苏联人教得这么邪乎吗 队长 那个 那边的事啊 咱就先别管了 咱们的事还没忙完呢 什么事啊 不是 你 你这体检还没检查完呢 我得接着给你打查 老傅 你回来就折腾我来的是吧 不是 队长 我不跟你废话 你要是不想打针 就乖乖地坐下 对 打一针吧 打不打呀 听大夫的 是吧 给他好好看看 知道 知道 这个 这个疼 疼啊 妈呀 妈呀 把他们的尸体 全部带回去 怎么样 老傅 你教他那德性 跟过大年似的 肯定没事 是吧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啊 说 第一 回根据地 去战地医院调养 我跟你说队长 我建议你选这个啊 那儿有医生看着 你这样恢复得快点 说第二条 行 你可以留在武工队 我告诉你 但是你必须得窝窗静养 咱不能有任何的剧烈活动 否则将给大脑垂体 造成不可逆的永久伤 麻烦 说人话 不死也得变白痴 你明白吗 别下火了 挂个听诊器 就真拿自个儿当大夫了 就这态度 我没辙了 看你们了 别废话 就这态度 送走吧 我同意 送走 不行就绑起来 同意 绑起来 那儿 那个 要要要要我就别绑了 绑起得快疼的 少数服从多数 同志们的意见我赞成 队长 要不你看 你跟阿明大敬 他们一拨回去 不是都反了你们了是吧 老孙 你看到没有 你才走了几天呢 这帮人就无法无天了 来来来 你跟他们说句公道话 说说说 说说 我觉得吧 武功队离不开高队场 听到了吗 这才像句人话 所以呢 必须得送回去 这才像句人话 孙鹏 我投降 第二条 卧床经养 你们满意了吧 对了 队长 队长 大伙就是想让你好好休息休息 你要好好同志 到 从现在开始 你负责照顾高风亮同志 没有我的准许 不允许她走出密室半步 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 有没有信息完成 有 保证完成任务 我不同意 不是干吗派杨小花来管我呀 这女同志多不方便哪 那其他人谁管得了你啊 还不被你随便耍赖欺负 对杨小花你总不好意思这样吧 没事 高队长 那你呢 可以随便耍赖 那我呢会更赖 我就不相信有人比我还赖 我明白了 我走 你好代替我 对不 那不敢 高队长 虽然以后你不能出去打打杀杀了 但是啊 你是我们武功队的大脑 任何行动都离不开你的指挥 傅大夫 我这卧床静养得多久啊 高风亮同志 快 只要是咱不咳嗽不流鼻血了 咱这伤就算养好了 你不是神医吗 你给我加点猛药 让我快点好 我的好队长啊 你说这是养病它不是别的 你说你万一真要成了白痴 那整天留着个哈喇叨 就这么看着我们 我们上哪儿给你找糖吃去啊 你给我滚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只要您愿意卧床随便 出来吧 嗯 嗯 嗯 准备站动 站动 是我们游击队员 温士员 把他带过来 站 这么快啊 都招了 用手段了吧 到底呀 我打你了吗 没没没 没 没打 我我我发誓 我是不是跟你谈心来人 是是 谈得非常好 你跟他谈心 别逗了行吗 我真的只跟他谈了谈心 我跟他说了说 苏联是怎么对付叛国分子的 当我说到十种方法的第三种的时候 他就招了 去吹吧 去查看吗 我跟他说了 你不想要说 他说了吗 我说了 你还要不想要 我说他说我 也不会说的 他把他招了 就被灭口了 这狗汉奸想的还挺多 你不是有使种方法吗 你到时候就使出来呀 瞧你说的 我也只是吓唬吓唬他 我怎么可能行训逼供呢 我是个有组织有纪律的人 装 继续装 那也没你高大队长能装啊 装是一啥感觉啊 我可从来没试过 哪里 我才能装 哪有你吕大队长能装啊 是吧 咱总不至于为了抱姑娘 假装替人带问候 什么懦夫他傻什么的 是吧 你 这事你还记着呢 我们都记着呢 对对对 是吧 我真是高估你们的心胸了 行了你俩 还有没有人家 有点正事啊 当然有了 对了 一会儿啊 你给司令部发电报 告诉他们 今天咱们武工队 活捉了大金牙 杀了完稳四郎 还有孙云枪老傅 完美归来 这算三喜临门哪 别别别 队长 这个 还有你这个伤情可控 这也算一喜啊 这加在一块的话就是 大四喜 行了吧你做丸子呢 好 狐狸啊 你跟大伙出去盯着点 我担心鬼子回头杀来 好 好 对了 小花 你去厨房啊 做点吃的 咱们好好吃一顿 也给老傅和老孙 接风 好来 这事交给我了 有酒没 跟我走 老孙 队长 你看这通乱的 刚有工夫问你 这上级派你回来干什么 我伤好差不多了 就主动要求回来的 我知道你会主动 但是上级一定有事 才会派你回来 不会让你回来 杀版本四郎的吧 那倒不是 杀版本四郎 完全是我个人发挥 不过呢 我们在出发的时候 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 说是这个任务 只有我一个人才能完成 当然 这个任务 也许有可能不会发生 我就等通知就行了 等等 那也就是说 派你回来 要去干一件 可能 不需要干的事 差不多吧 故弄宣续 管他呢 你回来就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些弹药对帝国非常重要 一定要小心 义堂 是 把警戒线 向外延伸五百米 港哨加倍 加强巡逻密度 任何人 不得靠近特战队 是 没精神消息 还有什么吩咐 班本君 我现在想喝茶了 请 请 快说 怎么回事 鬼子突然杀出来了 那么多电影 估计从不牺牲了 这 这队长让我告别了 一天后发出来 军局里 是谁给鬼子通风报仙 这次在门夷附近 军局只有我和周队长时间之到啊 不 保证 不 住 小松 抓住 住手啊 报告 五公园雷雷雷 我正要找他们呢 政官 请 请 没见自己小姐 我来给你报仇 不急 我又不渴了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不是啊 这个少年是你 那这位呢 家兄版本一郎 彼师他刚从陆军学校毕业 回到家乡拍了这张照片 这也是我们此生第一次合影 没想到 也成了最后一次见面 为什么 他在定袭战死 这也正是我在海天一刀流 声名最上的时候 突然离开道场 装耳从军的原因 我来定袭 只为报仇 是谁杀了他 刘先生 武功队 高风量 多少个日夜 我就在这间办公室 盯着这些仇人 想象着 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砍掉他们的脑袋 不 我要先把他们 一刀一刀地割成碎片 拿去为高 没想到 班本君会有如此悲惨的经历 和哥哥的感情 实在是动人 兄弟如手作合 哥哥 更何况 我们兄弟俩 从小父母生活 是哥哥把我带大的 还把我送到 几本武藏门下学习刀法 成就了我今天的地位 他不仅仅是我的哥哥 更如同父亲一般存在 如果你也失去过 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你就会明白我的感情 抱歉 让我的事情 影响了您的情绪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为了手足之情 你真的可以 愿意做任何事吗 当然可以 我也可以 你干什么 不要动 否则给你开膛破肚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还记得你的部下 中岛红吗 一天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多想能有人告诉我 一步一步走过漆黑的夜 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 睁开双眼 明亮的画面 新红色的极致 写下多少宣言 感觉到温暖 内心充满阳光 美丽的新世界 距离明天不再遥远 是谁内心无比坚定 脚踏着泥泥 仍然憧憬 笃定渐行 未来就太多美好 所以勇敢逆着暗留前行 迎着空风 想起了最长 你选择英雄 伴起了最长 你选择英雄 伴起了一生 不再有去 谁考虑这月 别骂那些阴迈和无语 你莫过死更谁永远 盛扬 引力盛着光芒 明天秋君会变成什么样 多想能有人告诉我 一步一步走过漆黑的夜 是否有不一样的世界 睁开双眼明亮的画面 青红色的橘子写下多少宣言 看渠道温暖 内心充满阳光 美丽的新世界距离明天不再遥远 是谁内心无比坚定 脚踏着泥泞仍然憧憬 独定坚信未来有待多美好 所以勇敢逮着暗路去行 映着空风像极了嘴角 你选择英雄伴借好一生 不再遥迟了 那些阴外歌无缘 你莫过死痕心永远沈扬 映着空风像极了嘴角 你选择英雄伴借好一生 不再遥迟了 那些阴外歌无缘 你莫过死痕心永远沈扬 眼里顺着光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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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